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host Management 订阅里面六大块 我们包括房产 贷款 投资 退休 保险 传承 都包括了 所以这六个东西我们在南加州都已经全了 北加州大概房产我们不做 其他我们一个陆陆续续再往上加了 保险跟年金我们早就有了 然后贷款我们现在各方面也做各方面不同的贷款了 汽车房屋商业保险我们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们投资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我们也有我们的RA firm Investment Advisory firm 所以呢我们希望除了地产以外 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条龙的服务 我们也会很愿意跟很多 在北加州的房地产经纪人一起合作 能够提供你客人一站式的服务 太好了 好了解了范语局谈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就是大家都最关心 然后也都好伤脑筋 就是税 tax不管是personal的 或者是corporate的这个tax 到底是先付税好 还是后付税好 好我们台湾来讲 在美国呢 一般来讲省税的计划就是两种 一个就是先不打税 后打税 就像大家最 湾区最喜欢的41k啦 publishing define benefit之类的 第二种呢就是先打了税 以后再赚的钱不打税 就比如像RAS一类的东西 那通常来讲 我问你一看 你觉得在湾区最受欢迎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 先不打的 先不打税 打后打税 因人而异 但是呢基本上在湾区 所据我演讲所有的经验来说 都是喜欢先不打税 对后付税 对 一直push到后面 对 因为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呢 因为所有的financial advisor 都在那边讲说 我们现在年轻时候赚的钱多 所以税高 我们应该delay到以后 连我两个儿子 一个30岁一个27岁 然后还跟我讲 Dad should I max out my41k plan 你怎么回答 I said please don't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我们要大家来看看 有几个概念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颠覆一下的 纠正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引起以后赚的钱多 但是不是表示我付的税高 不见得 那是不见得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先把一个所得税的概念 该讲出来 假设 我们今天来讲 什么叫资产 什么叫所得 什么叫所得 需要打税的所得 这两三个局势都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去买一只母鸡 这个母鸡呢 是我的资产还是所得 资产 需不要打税 不打税 好 那这个母鸡生了鸡蛋 要不要打税 应该是要的啦 如果自己吃呢 不打税 不打税 是不是 第二 所以呢 母鸡不用打税 自己吃不用打税 然后如果拿出去卖 卖10块钱 要不要打税 要打税 不一定啊 如果我的行销成本是9块呢 我要扣掉我的成本 我真正需要打税的 只是1块钱 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概念 大家很多人一个误解的概念 所以是 我们叫taxful income 不是所有收入都要打税的 所以呢 我们再同样的把这个观念 加回来到底 我们年轻的时候 虽然赚的钱多 但是是不是表示 我需要打税的所得高呢 不一定喔 是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比如说 一对在湾区的夫妇 一年赚个30万 很正常 这30万呢 是我的所得 但是不是我需要打税的所得呢 不是 对 所得要看AGI 不光是AGI AGI只是管social security 真正是需要扣掉所有deduction 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人有四大deduction 哪四大的自助房子贷款 投70万可不可以抵税 可以的 可以的 第二个 我们property tax可以抵一点嘛 retirement plan可不可以抵 可以 可以 对不对 还有呢 business write-off可不可以 可以 我最喜欢business write-off 访问Philip 我最喜欢的就是 他问我的问题 尤其是我不会回答的 哈哈哈 然后还有小孩子可不可以抵一点 可以抵一点 所以呢 一对夫妇赚了三四十万一年的 那是他的总收入 但是东扣西扣 尤其在self-employed 可以抵得更多 隧道的taxable 是不是只有十几万了 诶 诶 是不是啊 是 所以呢 三四十万只是你总收入 不是你的taxable 所以呢 但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唯一没有的只是工作收入 嗯 early income 对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一对 四十岁的夫妇 二十几岁开始出来做事 到四十岁的时候 一个人有十万块 在他退休账户的人多不多 很多啊 会不会继续放 好 退休以后不能放了 不是 四十岁以后会不会继续放 会 好每年加上match 又match的很好 在湾区的人放的更多 嗯 这对夫妇就算一年只放一万块 including matching 到65岁的时候 一个人大概有140几万 按照8个percent return 嗯 说夫妻两个200多万 有的可能更高到四五百万夫妻了 嗯 那四五百万拿出来怎么办 是不是都是我的 拿出来要打税 走了还要打税 对啊 是 你要知道如果有两 光两百八十几万 如果到一百岁要把它花完 一年要花二十几万 哇 按照8个percent return 所以我今天来讲 退休后有没有收入 光retirement拿二十几万 如果你retirement更多的更惨 嗯 然后呢social security 你的investment income 是不是都是income 对都是income 都是income 都是income的话 那我们今天来讲 所以退休以后 我们唯一没有的只是工作收入 嗯 我光从退休账户拿 就可能拿着二三十万了 对 我还有其他收入啊 那怎么办税好高啊 还有我的退休以后的抵达性呢 没了 没了 越来越少欸 房贷付完了 都付完了 retirement不能放了 谁能工作收入放 但是right out没有了 怎么办 小孩长大了啊 哎呀好想 所以呢你可能 就算你的总收入变少 你的tax幅还变高 那要赶快想办法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你真的退休以后 你的tax幅还能变高 第二个 我们现在的税收在里 最高的税率来说 按照历史上算高算低啊 低 因为trump才减税了 对 那加上以后baby boomer都要退休 以前三个养一个 将来两个养一个 然后现在大分税率那么高 以后税率又往上涨 嗯 那我们delay到以后 所有到以后 然后deduction又没有了 对我们不利啊 所以呢我们这样来讲 我们再把所有的钱都delay到以后 惨不惨 非常惨 那范宇如何帮助到我们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 真正在美国 如果知道的话 Ross Irak很多人不能过 米尼索邦又没有收入 真正在美国最好的 其实是房产 跟人手保险 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当做大一点的 Ross Irak来用的话 你可以扩大你的最后 以后赚钱不打税的话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固化 范宇集团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 希望每个人都要想一想 范宇集团在我们矽谷湾区有好多家分公司 现在在我们的荧光屏上 就看到电话预约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终于范宇 也可以成为范宇的受益人 非常感谢Philip 谢谢丽丽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月再见 下个月再见 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观赏 那么我们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